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先關注疫情消息。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天公布當地新增219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本地個案。 新北市新增的個案佔最多有123宗,其次在台北市有54宗,另外新增22人死亡。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儘管疫情有好轉跡象,但毫無放鬆的本錢,新冠肺炎傳播率仍然要持續觀察,呼籲民眾在端午節要避免移動或人群聚集。 他同時感謝台灣民眾的配合和努力响應退票。 就著台灣的疫情,我們邀請巴士的報仲編輯,你和一齊談談。 你好,我是Eunice。 我想問問台灣的疫情是否仍然嚴峻呢? 是的,看看他們新增20月中的死亡個案之中,就開始出現一些年紀比較輕的。 今天就是過去24小時裡,最年輕的死者是只有30多歲的一位女性, 她還沒有慢性病史,她頭兩次的檢測是陰性,之後再檢測才發現她是陽性。 由她收治進入住醫院之後,到她死亡只用了6天的時間。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她們這一波疫情的病毒傳播率高, 而且病毒量都會挺高的, 不然就會導致死亡會這麼急速。 而且也可能是她們在排查的時候, 那個能力是需要有所提高。 那麼這一波疫情, 看回由5月11日開始爆發到現在, 快速已經累積了超過1萬宗的確診個案。 其中死亡的就有296人死亡。 但是導致死亡率高達12.8%。 比全球的平均2.16%高出了比較多。 不過陳時中今天就說, 整體確診的陽性比率就開始往下調。 算是一個比較好的現象。 不過也值得留意, 抗疫除了排查和限聚之外, 接下來就是看看打疫苗的進展。 全國台灣是由6月中開始打疫苗的。 對疫情到底的幫助多大? 其實也很視乎疫苗的數量足不足夠。 今天行政院長蘇星昌和陳時中去到立法院 交代疫苗採購的情況。 蘇星昌終於承認在國際上去搶購這個疫苗, 無論是在國際疫苗的供貨和運送上都出現了問題。 其中民眾黨的立委高鴻安去質詢。 因為今年2月的時候, 蘇星昌曾經聲稱可以已經買了5000萬劑的疫苗。 但是目前只是到貨的, 到了的貨只有87萬劑左右。 到貨率只有4.4%相當低。 進度是明顯落後的。 目前疫情肆虐, 急需疫苗的情況下, 這位立委問到什麼時候才定餘? 蘇星昌回應說在採購的時候, 遇到一些生產國的疫情肢虐, 造成了運輸和供貨。 而且在全球搶購疫苗的情況並沒有舒緩。 所以在製造和運送方面都出現了問題。 不過高鴻安就不收貨。 反而就問到, 明明你已經採購了, 簽了合約了, 那為什麼那些廠商不供貨就不供貨? 蘇星昌只是不停地重複說, 其實遇到各式各樣的難題。 但是似乎那些立委都不太收貨。 他們就說了一句話, 成功的人就是去找方法, 失敗的人就是去找射口。 似乎就不太滿意整個政府在採購疫苗方面的表現。 是, 那疫苗那麼短缺, 台灣官方還有什麼方法去搶救疫苗呢? 目前從他們所公佈的資訊來看, 其實似乎就沒有什麼很大的方法, 或者是沒什麼辦法。 因為他們說之前採購的二千萬劑的疫苗, 他們的說法都是說到第三季才陸續到達台灣。 他們列舉了, 比如向阿斯利康採購的疫苗, 要拖延了一個月之後才可以供貨。 而莫德納最快要第三季才可以提供到一百二十萬劑。 而通過世衛機制可以拿到的貨, 本來是二月開始供貨, 只是供應了一小部分, 可能要到七月才可以供貨。 另外就是流行病的專家陳建仁日前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到台灣的疫情要逆轉的話就有兩大指標。 第一個就是單日的新生病例如果去到一百宗以下, 或者是趕到八月底, 如果能夠達到一千萬人可以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話, 到時大家的心情可以輕鬆一點。 讓我介紹一下這位陳建仁, 其實是蔡英文最依賴的一個防疫主顧問。 其實他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專家, 他這樣分析其實都有他專業的判斷。 不過就是說, 當局到底怎樣可以拿到這二千萬的疫苗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因為現在按照目前來算, 台灣日本捐的一百二十四萬劑阿斯利康, 還有莫德納的一些疫苗。 再加上美國會捐七十五萬劑的疫苗。 但是到現在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貨。 再加上就是台灣方面本身, 預期都未完成的台灣產的疫苗。 其實真的去到八月底, 我們不要先說怎樣打, 其實怎樣可以拿到這一千萬貨呢? 都是一個挺難的突破點。 那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他們都可以跟其他地區比較一下。 比如我們以新加坡來算,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 不是說那麼大的一個經濟體。 例如阿波這樣, 去年上半年他已經組成了一個專家組, 去全球去搶購疫苗。 他們的做法就是怎樣呢? 例如一些他們篩選了四十幾間廠在研發中, 未開始三期臨床自然, 他們已經下定金了。 那些專家就形容說, 到時萬一三期完成了之後, 是不行的, 就沒辦法了, 收不回現金了。 其實就好像倒了一局, 先下注, 最後他就成功地可以搶到 莫德納、輝瑞和科興三種疫苗。 他們由去年十二月三十日開始打, 而今年第三季左右, 他就有足夠的疫苗給全國的所有人, 都可以完成這個接種。 那另外一種, 就是買樓花, 但是新加坡食的, 可以說好像買樓花那樣, 去搶購疫苗。 另外一種就好像以色列那樣, 他就是比正常的價格高出了兩倍去搶疫苗。 那所以呢, 其實其實以色列就相當成功了, 去到目前為止, 他已經是有超過六成的人, 已經是完成了接種, 成為全球接種疫苗比率最高的一個地區。 那所以其實現在, 我覺得對台灣政府來講, 或者台灣當局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真的不要太政治化, 一買不到疫苗, 又推下去, 覺得是大陸打壓, 那樣, 我覺得如果他們學到以色列, 或者學到新加坡這樣的手段, 或者是決心去搶疫苗, 其實是應該一早就要, 而是到手的。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現在對他們, 對他們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想辦法, 怎樣真的有拿到貨到手, 才去說, 即是說, 我們什麼時候確認成功了, Eunice。 謝謝你和他的分析, 我們轉看看廣東方面。 廣東新增10宗確診個案, 全部都來自廣州, 另外有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 包括廣州4宗, 深圳3宗, 佛山和站光各有一宗。 廣州市衛健委呼籲市民, 如果近期到過中高風險區域或者重點場所, 接觸過陽性病例和密切接觸者的民眾, 需要向社區或者單位報告情況, 立即到就近的檢測點檢測核酸, 3月內完成兩次檢測。 廣州即日起, 關閉全市中高風險和封閉管理區域的農偶市場, 全市的餐飲場所、 醫療機構等重點場所, 進入前需要掃描健康碼。 本港方面, 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新增3宗確診個案, 全部都是輸入個案, 本地感染再次歸零。 患者幫握兩女一男, 年齡介乎19至42歲, 當中兩個人由哥倫比亞抵港, 一個人由印尼抵港, 其中兩個人沒有病徵。 另一名19歲的男人, 發病一期是今個月6日, 其中一名42歲女人, 暴住在桃光環呼會碼頭圍酒店。 其他消息方面, 公務員事務局向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的職方, 提出在2021至2022年度, 凍結高層、中層和低層的薪金不別, 以及首長級公務員薪酬的薪酬調整方案,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 等職方回應之後, 行會將會再開會, 正式監管通過。 局方發言人說, 經濟狀況同時存在不利和利好因素, 雖然失業率依然是高期的, 但是經濟狀況有明顯的復甦趨勢, 本地通脹也可能隨著經濟復甦有輕微上升。 同時, 各級公務員在過去一年, 在抗疫工作方面的付出和貢獻值得肯定。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在平衡了所有相關因素之後, 提出更新的調整方案。 外地方面, 曾經是全球首副兼阿馬遜創犯人的副索師, 宣布在下個月20日將會盛楚旗下太空探索公司 藍色起源的運載火箭新謝波德號上太空, 展開全球首次民間主導的載人商業太空旅遊。 據報57歲的貝索仙, 居時會和任職廣告界和義務消防員的弟弟馬亨, 還有開放被公眾鏡頭中標最後一個席位的人同行。 美國傳媒報導, 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 身加1870億美元的貝索仙, 投入了幾百萬美元研發的火箭技術之後, 將會成為首位乘坐火箭的億萬富翁。 而這次太空旅行, 只是亞軌道飛行,即是軌道程拋物線。 上太空之後不會完全環繞地球的, 但是如果順利成事, 也是一行創舉。 今天講到這裡,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